涉及撞死文型脚车八名少年案件的华裔女司机沈可婷 能否洗脱罪名全国关注 上诉庭今天则定 鲁莽或危险驾驶罪名成立的沈可婷 所提出的上诉申请下个月28号再次过堂 这起备受瞩目的案件今天以线上方式进行案件审理 上诉庭副主部官莫哈默凯里则定案件下个月再次过堂 沈可婷的代表律师哈温德吉星授寻时指出 沈可婷今天透过视讯方式 与他和其他代表律师为案件出庭 哈温德吉星解释 沈可婷上诉需要再度过堂 是因为部分法庭文件还没有准备好 此外今天的案件管理也确认了一马公司案主控官 哥巴斯里南领导的律师团在这起上诉案的任命 科文件正值得沈可婷 活低画uit 感谢观看